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第二个训练 那第二个训练呢 就是女孩子都非常非常在乎的 就是臀部的,臀大肌的训练 那今天呢,要介绍臀大肌的训练 那今天呢,要介绍臀大肌的训练 那今天呢,要介绍臀大肌的训练动作呢 就是我们的乔式 那乔式呢,首先你要准备一个瑜伽垫 那乔式呢,首先你要准备一个瑜伽垫 或者是一个软垫在地板上 那如果呢,你是用这个很硬的地板呢 那你可能在做乔式的时候呢 你的脊椎就会受到压迫 那很容易呢,就会受伤 所以呢,一定要准备一个软垫 跟瑜伽垫 或者瑜伽垫呢 是最好的选择 那今天呢,要来讲的是乔式的运动 他会训练到我们的臀大肌 那也会继续练到我们的这个后面的下背的树枝肌 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个腹子肌 都有训练到 好,那接下来臀大肌呢 我们要训练的呢 就是乔式的动作了 首先呢 你要就是 仰躺在我们的瑜伽垫上面 然后呢 膝盖呢 要呈现90度这样的屈膝 那你的脚呢 双脚可以与肩同欢 好 那平 仰躺呢 仰躺在我们的瑜伽垫上面 首先呢,放下在瑜伽垫上 好,当你起身的时候呢 用 你起身的时候用屁股跟腿的这个后肩肌群呢 往上引起来 然后呢 你要注意的是,当你起身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臀部 还有你的这个脊椎 还有你的肩膀要呈斜斜的一直线 才是比较标准的 巧适的动作 好,沙莉要来示范咯 来,我们现在 用力 一吐气 好 你要看 你上面的肩膀呢 是这个 躺在你家肩上面 然后肩膀 跟这个 你的这个脊椎 还有你的臀部 是呈现一条线的 这样子呢 才是比较标准的 巧适的训练动作 好,然后呢 往上抬起 大概停留五到十秒之后呢 再慢慢的放下来 放到瑜伽垫上面 好 进度这个动作要领 有些人只会做到一半 好,或者是过多 这样都是比较伤害你的脊椎下背 还有呢 就是比较伤害你的这个 膝关节的动作 那或者是没有完全训练到你的臀部 所以呢 你要记住要领 当你往上抬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臀部 你的脊椎 还有你的肩 是呈现一直线的 好 慢慢的再放下来 那一样呢 希望呢 透过这个训练呢 对你的臀部的训练 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再做两次 二 停留五到十秒 再慢慢的放下来 好 再往上 噓 停留五到十秒 再慢慢的放下来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巧试的训练咯 希望你可以喜欢 也希望呢 你可以 循序渐进的做五到十下 慢慢的做 做确实对着镜子练习 会是对你很有帮助咯 下次见